喂 觀眾朋友 歡迎您來到 星光大道 我是周倩玲 昨天跟前天過去的這個週末 大家有沒有看球呢 前天的那個對暴龍有沒有 上禮拜我們還在講說 哎呦 對暴龍是不是可以躺著打 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輸成這個樣子 昨天咧 對活塞 雖然是拔起了活塞 但是活塞自己也是亂七八糟的啊 Harrison又拿到 今天Harrison的籃板球效率相當高啊 尼克首被大爆發 活塞攻勢根本施展不開 只能一路被猛黑 尼克麥迪遜廣場花園 再度歡聲雷動 尼克第一節展現主場優勢 雖然失誤率明顯偏高 但是在加強防守的戰術奏效之下 將活塞的攻勢守得死死的 第一節結束 尼克以21比17領先活塞 這球切物到籃底下 再回交給籃底下 第二節 尼克對Chender和StarMire兩大門神 一個搶籃板 一個攻籃框 進區內根本無人可擋 Chender光是上半場 就搶下14個籃板球 還砍盡10分 外加林樹豪跟田瓜在外圍給予支援 活塞根本守不住 第三節 活塞重整戰術發動攻勢 想要追回比分 但籃下進區被兩大門神阻擋 搶逆轉勝還真有點難 第三節結束 尼克76比61 持續兩位數領先 Baron Davis在三挖間出手 Open 球進 第四節開始不到兩分鐘 Steve Dolby和Baron Davis 連續兩季三分球 兩邊比數再度拉大 國賽獎頭趕緊喊暫停 就怕最後一節亂了刃腳 尼克壞上替補球員 表現不輸先發 持續大幅領先 最終就以101比79 21分的差距趕走 比賽 我認為我們有更多能力 我覺得我們有更多能力 我覺得我們有更多能力 我們有更多能力 會有更多能力 和我們的防衛 會有更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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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他們都回答 我們都會有更多能力 林舒豪雖然貢獻13分 三個助攻 卻也犯下全隊最高的七次十五 我今天沒有很頑皮 所以我一定會 對我的動力 對我個人來說 你覺得有些照片 是有些照片 是有些照片 我們想要去想 他做得到 其實我不知道 我還想 是否有多久 因為我剛才發現 所以我非常幸好 你剛才說過 因為我感覺到更多 林克雖然多達22個15 卻抓下54個籃板球 以活賽高出24個 其中Tender個人就貢獻了17個 團隊防守滴水不漏 成為贏球關鍵 中間新聞最後報導 今天在我們現場一起討論球 還有這個什麼受傷啊 什麼撞牆棋啊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現場來賓 資深球評吳清禾 大家好 籃球教練黃萬龍 大家好 NBA體育主播張力群 主持人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靜平 千里好大家午安 力群啊過去這兩天的球賽 這整個週末 對暴龍的那天 簡直是亂七八糟 在打什麼啊 然後昨天對活塞 那時人家活塞自己 他們自己也沒多好對不對 對我想這兩天的比賽啊 大家好像覺得看到 美國股市這個倒窮指數 這個震盪不已 那為什麼尼克隊這連續兩天呢 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首先當然對暴龍隊那場比賽 對紐約尼克隊來講 他是在八天內 跑了三個不同的城市 而且在十三天以內 打了八場比賽 對球員來講 即使是在連勝 連勝有時候會讓你忘記傷病 忘記痛苦 但是有時候球員在這種 球技已經到下半球技的情形之下 跑那麼多城市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驗戰的效果 所以那場對暴龍隊的比賽 當然主要我們可以看到 尼克隊防守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主要是在進攻攻不進 賽後其實Tyson Chandler 另外還有像林舒豪 以及其他尼克隊主力球員 凱南森你都有提到說 在這場對暴龍隊的比賽當中 對方80%在這個區域防守 在這個區域連防的情況之下 尼克隊切不進去 在切不進去的情況下 尼克隊可以說 輸了一場蠻慘的一場比賽 不過我想大家都是NBA球員 這些都是NBA球員 教練Mike Wilson 對於球員 在下一場比賽的反彈 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下一場比賽 面對底特律活塞隊 活塞隊本來就是在這個聯盟當中 不擅攻也不擅守的球隊 本來就是屬於這種 我們講說如果說 有些球隊是自由班的 比如說像麥米熱火 公牛 那底特律活塞隊就 比較像是後段班的球隊 所以在兩隊實力有落差的情況之下 其實紐尼克對這場比賽是很輕鬆獲勝 我想大致上回顧一下這兩場比賽之後 我們來談一下林舒豪的表現 林舒豪其實 在這場對底特律活塞隊的比賽當中 他在3月25號對底特律活塞隊比賽當中 是攻下13分 另外有三個籃板以及三次的助攻 但全場發生了有7次失誤 那我們這個手板上 為什麼要拿3月25號 以及2月20號這兩場比賽來做比較呢 因為這兩場比賽都發生同樣是7次失誤 但2月20號這場紐尼尼克對達斯小牛隊的比賽 林舒豪其實是得了28分 另外傳出了有14次助攻 所以不管其實而且上場時間 對小牛隊那場比賽還反而比較多 他全場上場了46分鐘 那反而對活塞隊是上場了24分鐘而已 所以其實照理來講你在籃球場上 尤其是你打所謂的後衛位置 所有的攻勢都由你來發動 基本上你的上場時間多 那你的失誤次數本來就會比較高一些 可是為什麼這兩場比賽同樣發生7次失誤 但是對小牛隊他的這個上場時間多 而且小牛隊的防守能力還比較強 強於活塞 所以這就是大家擔心說林舒豪是不是有膝蓋受傷 或者是說有這個撞牆棋的一個表現呢 所以我想其實在禮拜天那場比賽 禮拜天那場比賽 林舒豪在第三節被教練換下去之後 他有很長一段時間 他是不是在板凳上的 你被換下去你當然可能就是做板凳 跟其他隊友一起看球 然後幫自己的替補球員加油 可是他到Locker Room 就是休息室去做觀察了 他也談到這連續密集的出賽 確實是讓他的膝蓋有些痠痛有點不堪負荷 好那麼黃教練我們今天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可能會碰到所謂的撞牆棋 還說什麼所有的NBA菜鳥都會碰到撞牆棋 先告訴我們一下什麼叫撞牆棋 OK我們撞牆棋所謂在球場上的表現的時候 他數據下滑了 第一個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 他的得分數據是下滑的 第二個他自動攻次數也下滑了 包含他的一個失誤率是上升的 這就是所謂的撞牆棋 一個好的球員他的表現應該是穩定的 那田瓜最近不也在撞牆嗎 對他已經撞牆很久了 我覺得關鍵就是剛剛立球有談到就是說 他們前一場球要對暴龍隊的時候 他們是打客場 昨天是打主場 所以這樣子的奔波之下 整個身體跟心理在疲憊的狀況之下 也就是所謂的專注力會不夠 所謂的球場上的所謂的撞牆棋 就是球場上的數據下滑 那整個身體的狀況 沒有辦法在球場上做正確的一個判斷 會產生更多的失誤 這種失誤我們通常昨天我們發現 林四豪的失誤很多都是所謂的非壓迫性的失誤 什麼叫非壓迫性的失誤 所謂非壓迫性的失誤 就是說在正常的傳球過程當中 沒有人壓迫你的狀況之下 或者是運球狀況之下 自己把球傳掉了 或者是運掉了 這叫做所謂非壓迫性的失誤 就自己突然失手鬼打牆這樣 不曉得為什麼他突然跑了 也就是說專注力不夠的時候 把球自動傳給別人的身上 那這個跟之上禮拜我們講的 郭宏志所謂他的問題是類似的嗎 郭宏志那個問題就是你球打來 他本來都知道說可以打到哪裡去 但是出去的時候就不是 是類似的情形嗎 對沒有錯 因為在球場上來講 球員最重要的就是要專注力 我們講到專注力 因為如果沒有專注力的話 他就沒有執行力 那所謂的執行力就是說 當教練交代你好的一個戰術 比如說好的 林舒豪為什麼整個一個得分率下滑 那是整個進攻系統調整的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教練 現在新的助理教練 他強調的就是 他以組織後衛為主的一個系統 他需要所謂的得分阻力 是在Anthony身上跟Stamaya身上 當然他得分率就下滑了 所以很多事情來講 最重要關鍵我覺得 身心的一個狀態下 造成林舒豪有這樣子的情形 才會產生的 那議員 你以前有撞過牆嗎 常常撞牆 他還撞車 幹嘛欠人家底 撞牆來自於你跑馬拉松 我講來源 什麼叫撞牆 就是跑到一段時間你身心靈俱疲 撞牆 就好像教練講的 所有數據下滑 15升高 戰力大減 可是你們跑過馬拉松 突破撞牆期 那就是身心靈很愉悅 那個大概就是 你整個NBA 是比較站穩基礎 數據上揚的 今天尼克 被人家發現一個罩門 我們回到戰術 就是守尼克 尼克的兩個天大的罩門 第一個 就是他的控球後衛 就是林舒華主控 運球的能力是不足的 這是要特訓的 這是NBA 他運球能力不足 當然在所有的NBA的 就是一線的控球員裡面 他是最弱項 他有很強的智慧 就是他會地板傳球給人 是有智慧的 地板傳球給常人 籃下灌籃 阿里屋等等 都是有智慧的 第二個 林舒華的空間概念是有智慧 可他也有缺乏 沒有智慧 需要訓練的地方 就是他的傳球 壓迫他 你隊友比較少協助來幫忙他 這會失誤 第二個 像黃教練講的 就是非受迫失誤 什麼叫非受迫 他傳球 假動作很少 傳球大概幾個傳球 叫過頂傳球 比較遠的 等一下我們不是也看到他會騙人的嗎 好像眼神啊 假動作很多 籃下假動作他夠了 這個有智慧 可傳球 投籃的假動作夠了 夠多 假動作分投籃 至少分投籃跟傳球 傳球至少比較遠是過頂傳球 像我們以前的國手周俊山 他的過頂傳球就又快又強 然後再來呢 就 假動作 地板傳球 左右兩邊 地板傳球比較 因為人手攔不到 因為很快 地板那是下山路的做法 你如果常常不做假動作 又做胸前傳球 是最容易被抄的 大概那場球失誤 至少七個裡面 四五個是非受迫的 而胸前傳球被抄掉的 這個是他非常重要的 要改進的課題 他的傳球的假動作 只有這個在 非攻擊範圍太多胸前 而太少地板貨過頂傳球 然後他的運球也要加強 他的二號三號的隊友 史密斯 田瓜 也多協助他 然後幫他分優解 免得兩個假一個 然後再隔岸關火 這個不是一個teamworker 進攻teamworker的態度 清禾剛才議員有提到 他們身心靈俱疲 講到這個身 他可能是根據統計 從2月5號到現在 林來豐以來26場 他好像全勤對不對 25場先發 你說新 昨天不是簽了打完球 講說他在球場上想太多 可是不是講說 這樣不是對的嗎 不是之前都講說 他是哈佛的 他用腦袋在打球 這樣不是對的嗎 不 這個我 我跟議員有不太同的看法 雖然說他講 中議員說他運球還要加強怎麼樣 但我覺得他已經到一個程度了 他只是沒有到達中議員 講的那個要求 沒有像那個Barron Davis 那個跨下來運球 又是像耍花招 我們比較高標準要求他 比較高標準 好像是長得他進林元堂的 他沒有那些花招 所以這我覺得我會替他講 另外一個 其實他新人 他在適應力上 他的確還在一個適應期上面 26場打下來 是一個鐵也會累 更換他是新人 那史達瑪爾應該累死了 33歲了 史達瑪爾不是有一次林書 叫他過來過來過來 他走到半天 他晃過來了 他真的是走不動了 那個第三節 第三節是他們最糟糕的時候 為什麼呢 他們的防守 永遠在第三節被人家戳破 對… 戳破完了以後 你要靠第四節去打 打得很累 所以你在一節第三節被人家戳破 你第四節要去彌補 那要複出 複出來 而且你剛剛講的撞翔棋 其實撞翔棋 形容最好就是上棋不接下棋 你跑步的時候 上棋不接下棋了 那怎麼辦 你還要跑啊 就累了嘛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怎麼辦 我跟你講林書豪現在 他的激勵怎麼樣的 的確是有需要加強 但是這個已經不是在 這一個球季 我們去論斷他的重點 這一球季要論斷他的重點 是應該紐約一個隊的 林書豪跟別人怎麼融合 我覺得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再去說他個人怎麼樣 我覺得對他苛求了 好那剛剛他講的是這個身方面 那教練心方面呢 他到底是不是應該用 不是說他有絕佳的視野嗎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講身心靈對我來講太空洞了 我想再說好了 因為事實上來講 對於在 我覺得客場最難打的 職業隊 因為職業隊 因為要飛到那個客場裡面 第一個要示意新的籃框 新的球場 比如說對暴龍隊他們之所以輸球 是因為外線投不進 對 對方守區域二三二聯防 你就算切進去的時候 也碰到大個子 OK 那碰到大個子的狀況之下 當然就要把球傳出來了 最重要關鍵我覺得 現在尼克隊的外線是不穩定的 比如說Anthony他 只有Nova的外線是很OK的 但是Nova只有一隻 一個很好的外線手 比如說他對暴龍隊 只有他的外線是命中率是高的 其他隊友的火力支援 JR Smith還有Anthony 他們都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火力支援 我覺得這樣關鍵界不能完全是怪林書好 我覺得整隊 尼克隊要談的不是所謂談防守要多強 他們是要談的是說 他們這一隊的所謂的球員 太有天分了 他們應該談如何的所謂的 做很好的一個得分的一個更有效率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防守是他的助理教練 這一次新的助理教練 他本身的一個教練哲學 他強調防守強調籃板 因為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就算他失分是降低的 他還可以贏球 我們發現比如說我們昨天的那一場球賽 他得分他在主場裡面 他的得分是高的 他也讓對手得分降低了 所以在這樣的體系之下 我覺得他們還在適應 他們還在適應跟磨合 在一個新的教練的一個防守的一個體制之下 還有新的戰術的一個磨合 我想他的當初我們擔心他的防守 現在防守大概克服 因為這個烏神是個防守專家 對對對 防守看起來是不錯的 十分大幅降低 可是你讓別人比較投不進 而自己投不進還是輸球 他現在照門 防守解決了 你所盯人我也可以解決 就是區域防守 區域防守有幾個要件才能提高投籃命中 一 要提高史密斯跟田瓜的投籃的穩定度 我們常常談 教練說談一個射手 穩定射手 不是投五個進 投五個不進 這不叫射手 投一個進 一個不進 投兩個進 兩個不進 穿插夾雜 這才是穩定射手 就像以前的洪俊正 像李祺宇這樣的射手 才是穩定的射手 不是人來風行 投進的時候 射手不能初一十五 看日子投籃不行的 這第一個 所以投籃的穩定度要增加 第二個 他的中鋒要衝灰一點 要有分球能力 因為林舒豪 他守盯人 他過人能力很強 就變五個打四個 就很多助攻 守區域林舒豪無用武之地 就必須靠球的速度的傳導 而不是切入過人再傳球 所以現在如果對方守一個盯人帶區 守得很小的時候 你中鋒衝上來 然後分球 中鋒衝上來拿到球 第一個可以投籃 第二個可以分給45度 甚至下層的底線的可以跳投 再來 就是整個這個 這個傳球的 傳導的速度 是要增加的 就球都不要黏球 啪啪啪啪啪 這樣出來就會有空檔 就有點類似像 阿根廷或西班牙國內代表隊 那樣的傳球的藝術 也有點像76人 就是我傳球很快 空檔 一個通檔出來 才能破區域 加上多一點長城射手 投籃距離要增加 那穩定度要增加 就可以破區域 好立群他剛剛提到76人隊 上禮拜是不是76人隊 那一隊啊 他最後那個罰球有沒有 石頭石中 那是 是Sixers嗎 對沒錯 結果接下來對爆龍 那時候怎麼搞的第二天變成0罰球 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其實我想最大的關鍵 就在於說 這個對方的防守 那其實對七人隊那場比賽 林舒遥其實他有16分 是集中在第四節 在第四節當然 他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 另外一方面就是罰球十罰石中 最重要關鍵就是在於 第一點當然 七人隊其實防守上 也比較有侵略性 那我們知道打籃球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的防守 是很有侵略性的情況下 裁判如果吹你哨音 吹你就是嗶嗶 這個吹你犯規的話 那你也只能這個自討沒趣 你也沒辦法 因為你的防守本來就是有侵略性 這個其實 七人隊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後來在第四節比賽 三地打完之後雙方差一分 那第四節比賽的時候 其實因為七六人隊 基本上他們是處於落後的 他落後在沒有時間的情況下 他就必須要用犯規來去凍結時間 所以我想這是這個 當天打七六人隊的 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對暴龍隊 主要是因為不只是林舒遥 大家都切不進去 受限對方去防守 所以沒得到任何發球機會 說第二天暴龍好像連現場 嗶嗶的聲音都很少聽到 不過昨天大家看到說 哇本來他是右漆 都會一直有這個戶漆 有沒有 昨天左膝蓋被包了 纏了一圈又一圈又一圈的 他的左膝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馬上回來